原油价格的不断下跌 对俄罗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国 带来了空前压力 俄罗斯卢布汇率交易区间 已经连续7个交易日出现下跌 大家好 我是新尼德迈克拉弗林 为您带来周二的新闻回顾 数据显示 俄罗斯股市持续下跌 卢布一天内贬值超过0.3% 而布伦特原油价格连续第八天出现下跌 在昨日下跌了1.5%之后 本日再跌0.5% 收于每桶88.45美元 这也是自2005年 伊拉克尾随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降低原油价格以来的最低水平 卢布对美元表现 也为自6月份以来的最差 彼时是由于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美元短缺造成的 令人担忧的是 布伦特原油自6月份一时 已经降价24% 而俄罗斯的国家预算 有一半是来自于石油出口 和国内汽油工业 本月内 俄罗斯已经花费超过60亿美元 以对抗通货膨胀 这表示 官员将会很快提高利率 以支持本国货币 考虑到乌克兰的冲突持续 俄罗斯的股市下跌 这也吸引了一些交易者抄底 莫斯科一资本公司管理者伊万表示 现在您可以购买俄罗斯的股票 它们的价格很低 但风险估计过高 尽管经济没有增长 但许多公司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美元计价RTS指数 12月份到期期货合约价下跌0.6% 收于106.42美元 能够衡量股市期货的波动的RTS 波动率指数上涨1% 达到31.86% 众人认为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这对于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蓝星全球主席投资经理评论道 普京的部队仍然对乌克兰造成影响 在油价下跌 卢布贬值和经济放缓的背景下 尽管地缘政治风险 使得投资价格低廉 俄罗斯仍然对投资不具备吸引力 周二的新闻回顾就到这里 明天将会为您带来例行播报 敬请收看 再见